美国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,对于性别差并没有太多的约束。 在美国,军营中出现女兵的身影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,而且男兵们和女兵们一起吃饭,甚至在一个营房里休息,都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。 可别小瞧女兵,美国的很多次战役中,女兵都发挥了不少的作用。 据媒体报道称,海湾战争中,美国就曾派出了6000多女兵投入战斗,当然,也并不是所有的女兵,都是用来上战场,她们有的是专门负责情报搜集工作。 但万不得已的时候,甚至会用一些非特殊手段,进行获取情报。 美国知道伊拉克军营中,绝大多数都是男兵,因此过惯了枯燥乏威的生活,美洲故意让一些女兵假投降,被伊拉克军抓获,放到军营中的她们会遭受哪些待遇? 谁也不知道,在美军猛烈的攻势下,伊拉克坚持了42天后,就开始出现全新溃败,伊拉克败了。 但是萨达姆手中哪些被俘虏的美国女兵们怎么办?我们知道萨达姆并不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。 相反,在她的手里,伊拉克经济不断得到发展,而且周年动荡不安的局势,也得到了统一。 在战争结束后,萨达姆做到最后一件事,就是下令将这些俘虏的美国女兵全部放走,不得对她们采取不任何暴力手段。 被萨达姆释放的这些美国女兵回到美国后,将很多美国军人感到很惊讶,觉得萨达姆没这么好心,甚至觉得萨达姆这么做事另有目的, 并且将是放回来的女兵们,一个个经过严格的审查。 通过调查,这些美国女兵坛严惩,在伊拉克期间,她们没有受到过任何虐待行为,也没有遭受任何不人道的举动。 相反,伊拉克将她们好吃好喝的工程,只是没有自由罢了,这样对待俘虏,尤其是女俘虏,除了伊拉克、萨达姆这样的人能做到,还有谁能做到这样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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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